现今的人伦之混乱令人堪忧 作者马卫都 人际关系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刻 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 简单表述 每个人一生中的人际关系 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是亲人之间 第二是熟人之间 第三是生人之间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现今的人伦之混乱令人堪忧 先说亲人 一般的常规理解都认为亲人要亲 事实上恰恰不是这样 古人对此有个劝诫 叫 视亲三分客 意思就是说 亲人之间要保持客套 先说亲人要生 亲人之间往往是没有界限的 现在好多电影电视剧中 子女指着爹妈说话 这指着就不礼貌 我们小时候哪敢指着爹妈说话 现在也不敢呢 指着爹妈说话是大不敬的行为 是坚决不行的 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居然听到这样的台词 有一个女孩跟他爹讲 算你有良心 天哪 这个女儿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他爹到底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居然让他如此感慨 可见 今天社会的人伦关系之混乱 实在令人堪忧 夫妻之间 过去讲究相近如宾 举案其美这个成语 出自后汉书梁洪传 说的是东汉人梁洪和梦光的爱情故事 妻子梦光长得又丑又肥 皮肤还黑 但是呢 他对老公梁洪非常尊重体贴 给他送饭时 把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 这是古代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表明了夫妻之间互相尊敬的关系 这个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延续的 延用的 它不是客套 它是一种关系 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 发生在亲人之间的这种冲撞 都是很激烈 很绝情的 亲人之间一旦翻脸 连个路人都不如 亲人之间调节起来非常难 从各类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 调节亲人之间的矛盾 往往是失败的 即便是成功了 也是短暂的成功 好景不长就会破裂 为什么呢 因为亲人之间正常和好的时候 无话不说 毫无保留 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关系过于紧密 很多东西过于紧密 就会发生问题 摩擦系数会变得非常大 比如高度浓缩的原子核 因为挤压特别致腻 到了临界点就会爆发 而且破坏力极强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 她的六七个子女又发了财的 有社会地位高的 有社会地位低的 有比较穷的 但是这当妈的不会厚字薄笔 区别对待 没有表现出来对谁更好 对谁更差 所以大家庭非常和睦 逢年过节 全家人就聚在一起 老太太儿孙绕妻 竟想天伦之乐 其他人也是其乐融融 这样的和睦 首先归功于老太太做得好 她用什么高招使得自己的儿女 互进互让呢 老太太跟我说 试亲三分刻 为什么闺蜜容易反目成仇 下面再讲熟人 我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熟人 往往亲密的关系 在把握不住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界限了 没有隐私和秘密了 这种秘密和隐私 一旦被对方知道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下 或者某个环境中 他就转换成一个杀手锏 他会把你的事撩出来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 关系非常亲密 后来就翻了脸 有的是因为具体的事件 有的是莫名其妙 慢慢就生疏了 接着会背后说人家坏话 女性中这种现象比较不便 尤其是闺蜜 好的时候如胶似漆 翻脸了 就是对方为眼中钉 肉中刺 背后诋毁传闲话 是非常起劲的 为什么说坏话呢 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隐私很多 是言之有据的 熟人之间 如果表示了太亲密的关系 就肯定会出问题 以前贫穷的时候 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工厂 大家的关系都比较简单 如果能出去聚会吃顿饭 都要念到好多天 觉得那一顿饭吃得真香啊 那天聊得真尽兴啊 那就喝得真痛快啊 那种感觉今天很难再有了 我们今天即便有很多应付 都是在表面上 很难深入下去 所以我们强调熟人之间要亲 这个亲是一定要有度的 网聊最能体现 生人之间如何交集 最后一种关系是什么呢 是生人要熟 这个我做得很好 因为我经常在各种公共场合 碰见生人 人家跟我打招呼 我就得回应人家 有的人会问我 说你跟他认识吗 我说不认识 他说不认识 你怎么那么热情啊 我说因为人家跟我那么热情 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这是起码的礼貌啊 生人要熟 表明你承认大家 在同一个文化圈内 一个人能够记住的陌生人是非常有限的 你有机会能跟他聊聊天 说说话 感受非常好 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跟生人聊天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设防 没界限 能够坦诚交流 你不知道他的家长里短 你也不知道他的左铃右舍 你只知道在这个瞬间 这个时间段 跟他有一个交往 而且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掏心掏肺的说点话 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 是今天的网络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网聊呢 因为他可以彻底敞开心扉 他可以把他的隐私说出来 这就是生人要熟的一个典型例子 有些话 有些事 在熟人之间是不能说的 是必须惠莫如深的 是要藏在心底不得见光的 为什么 如果他说出来 他单位的人就会全知道 每个人都是喇叭的时候 坏事传千里 好事也难免变味 所以说 生人的网聊 很能说明生人要熟 这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实质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人际关系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时候是错综复杂的 就像蜘蛛网 甚至像是一团乱麻 如果你从内心有意识的去认识 去区分 去把握 你就能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好 不但能理出个头绪来 还能做到有条不稳 该干嘛就干嘛 这中间有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要弄清楚亲人 熟人和生人之间的关系转化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这种关系我们往往处理不好 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 生活中 职场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也有很多好朋友 有的人能够终身做朋友 但大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 为什么呢 你地位有变化 就可能出现利益问题 过去不牵扯利益的时候 你两个人会很好 一旦产生利益纠纷 你们可能就会掰了 人在利面前能够让一步 比什么都强 这么多年走过来 我才实实在在知道了这一点 菜市场里有着人生摆摊 菜市场里的人的关系就特别有意思 菜市场里遇到亲人是啥状态 一言难尽 熟人和生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却能比较直观的呈现出来 比如很多人在那地方买了好多年菜 跟小商贩都非常熟了 但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 有时候就说 丫头给我拿俩茄子 师傅撑上半斤豆角之类的 对方也热情打着招呼 仿佛亲朋好友一般带你 至于那丫头叫啥名字 那师傅是哪里人士 你却一概不知 不过 你们已经从生人变成熟人了 而且是恰到好处的那种书 également 朋友嘉我 一碗 我 算投稿 你 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